就是水泻 一天至少要六次 六次以上 就现在根本都不管再用 不管 不管它 听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清洗 台北市西山里爆出上百人 急性肠胃炎上涂下泻紧急送医 因为自家水龙头的水 变成黑灰色 一粒又一粒 水质明显受到污染 北水处检查水质 结果长期大肠杆菌群超标 专家认为这地区供水 是取自于汇精佳药 消毒此理的山泉水 因为地震可能遭受污染 让腹泻的人变更多 地震之后 门整大概十个病人左右 大概会有三四个 是会有拉 就是有吐的一个状况 水管有渗漏 渗漏其实就是会在 我们看不到的空间 形成一个死水 死水就会 水流不动就会去养菌这样子 那更可怕的就是说 有些是排水的管路 它可能在养了一些死水之后 再滲漏回我们的饮用的这些 或是自来水去洗菜那些水源 原来4月3号大地震之后 虽然震出许多围楼 和看得见的破碎 尤其水塔或水管 可能早已出现滲漏 只是隐藏在暗处 你尚未察觉 我们跟着水塔清洁团队 进到一般社区家中 进行水管和水塔检测 我们先做洗钱的柴水 再来我们会开始做水塔清洗作业 进入无法站立伸手不见五指的水塔里 看不见的细菌危害 深藏其中 是要彻底清洗层面 分解水垢 最近地震完的时候 生液差不多增加了两成左右 通常会出现问题就是 可能会造成水塔的规裂 或者是水管的漏水 假如不处理的话 通常的话就是发生漏水的情形 然后会造成水质的污染 我们将进洗钱的水质装瓶 加以检验 洗钱的PH值有点超标 正常范围是在6到8点 发现鱼瓶植和PH值 总物体溶解量都有超标 就容易有细菌或维生菌的神 水质是在溺币式的 所以你只要有盖子还有漏水 它都会跟空间做一个结合 对 然后结合之后 它的水质里面会发生枣材类 对 所以这种水质的话 就是对你人体在使用 或者是饮食方面的话 这样子会有一个很 发生大肠杆菌或是水质不安全 然后会有一个水质的危险 原来在一般住家管线中 载水管线就在家庭污水管旁边 其次是消防管线 分别用不同颜色来区分 但在大力正库后 只要有一处水管稍有渗漏 就有可能交叉污染 要如何判断家中水质有异状 平常敲敲墙壁 听一听有没有水管渗漏声 打开水龙头 关心水牙的变化 以及平常喝的水 要是有特殊气味 或者是摸起来黏黏的 都应该提高警觉进行大肠肝检测 尤其其楼多数店家都开在老旧大楼 看似墙面军列 以为米瓶就能保护生命安全 但深藏墙后的管线 更关乎到我们都喝的安全